開心大派對 哈囉 大家好 阿返好 詩敏好 今天來到星期六的時候 六月份最後一個星期六 星期一開始就已經是七月一日 下半年了 又有幾天假期 兩天 如果自己有三天 今天有些朋友已經開始放假 六天一會 放假的 我們不是回這些工作的 我們是不會知道的 可能有很多辦公室的朋友 有很多禮拜六不用的 所以六天一 如果是炸病 拿下病假 整波 有些人四天 星期五就 因為六已經不用回 星期五就弄一張病假紙 然後四天 所以很多的餐飲業 這次也不太看好 他們最怕的事情就出現了 就是公眾假期 如果假期會把星期五至六 變成一個長假期 又說會走很多 但也怕大家離開香港 香港的消費力弱 政府也推出了一些事情 七一大家慶祝 可以留港消費很多的優惠出了 那也是一件好事 否則 每個人一聽到長假期 每個人都很擔心 尤其是做飲食業的 那些 那些人說不開 對呀 嘩 長假期那些人都離開了 那些人工都要虧了 但是如果現在 找一些政策 可以留到人們 在香港消費 那也是一件好事 我們坦白說 現在有空 都會出去外出吃飯 我們都是 即是特意出去花錢 對呀 即是響影一下 大家消費 開心一下 那七一會不會出去吃飯 因為很多外面餐廳 都是有些七一優惠 譬如有些很特別的 有些中菜 推出的就是 買七送一 買一送一聽過 買七送一 當然是指定的食物 當然不是鮑魚 不是聖子那些 那些 即是送的一 即是你買七個東西 譬如你七隻雞 他就送一隻雞給你 七隻鵝送一隻鵝給你 七條魚石斑的 就送一條給你 那你們平時吃飯 如果十二人一為 你會不會叫七條魚 那當然不會 會不會叫七隻雞 我會叫七碗飯 不會啊 七碗飯 七碗飯沒有說送 沒有啊 這個政策可能要改一下 那是自己自發性的 那個酒樓 不如你叫七碟飯 就送一碟免費的飯 很難做到 因為我在虧本 做不到 即是你沒有理由七隻雞 你怎麼吃呢 要是七個人 就沒有人帶一隻回家 很絕 一隻 現成的吃一隻 要是就是這樣 也有很多方法 像是迪士尼樂園 現在的生意都好 不會再蝕下去 都是一件好事 多了遊客來 那態度方面 都有很多人提 譬如坐的士 不要亂收費 不要亂收費 不要繞大圈 大家都看到 東張西網 我見到兩個訪問 都是說 特意繞大圈 來收多錢 可能 一的士生意 就少了很多 他每天 他租了一架車 他都要救回家 才要救回家 但如果你這樣繞 就影響了 其他同行的朋友 因為有很多的士司機 他問他這樣走 直接繞圈 不行的 很多人都很有正義感 我們不會這樣做 好像近來的士行業 被人說得多 就關注了 之前有跟叫車的平台 有些爭執 市民也有 我自己覺得 就好像近來的士師大佬 那些態度是比較好 我覺得是比較好 始終你偶爾 可能以前回答十部 十部都會被人罵 或者不理你 如果十部裡 有一兩部 你問他 紅坑去不去 他一下子就 嘖 然後就像一次 現在比較少 我覺得真的進步了 給大家一點 給大家一點時間 最近在廣告上 找了古天樂和孫圈 去推廣代客之道 去告訴大家 提醒大家 其實我們做任何服務性行業都好 其實不只是說的士 是任何服務性行業都好 都應該去到 真的用心出來對待客人 這個是差很遠的 以禮代人是差很遠的 尤其是飲食業方面 當然有時候 有時候好生意 做不及 可能會太慢了 一些客人 但現在生意少的時候 你就要爭取多些客人 照顧得好一點 你說這個生意少 我突然記得 我昨天 我看了一個報道 就是阿刺哥的酒樓 最高峰時期的12間 好像變回一間 只剩一間 我們黃埔間都沒有買 你說你聽見 心裡難過的 他這麼厲害 做A科專科 不過也有職可沉 之前可能去茶樓 都看到有些位置 舊了 好像為什麼不裝修 原本他的酒樓 屬於新派高級 好像不太管 職員好像不太開心 會不會 跟職員 一定會第一時間 比較前線 知道 酒樓 雷氣一點點 他可能會感受到 公司好像不太想做 感覺到 誰知道 現在剩下剩下 剩下一間 很多事去收拾 那天我又去了 一個很特別的 Farewell 這麼多年 在這行 做了這麼多年 都沒有試過 不知道家人姐有沒有試過 去一間戲院的Farewell 看那部戲 可能就是 我們那天 還不是最後一天 但大家包了一個場 去那裡 看這場戲 大家叫做Last 九展 九展 其實 這天 我們現在是29號 九展 6月30號 已經出了告示 整個九展正式 就停運了 但其實現在去的時候 我們那天去 我們是星期二 星期二 我們去看的 包場 整群朋友 告別一下 看談判專家 包了一院 最大一個 有個台 很漂亮的 本身戲院也是漂亮的 是 然後去那裡看 什麼Farewell 吃飯 或者那些餐廳 或者朋友 移民 各樣 都有 在戲院 或者一個地方要拆 去戲院看戲 也是第一次 那是不捨得的 因為那裡有餐飲 有酒樓 演唱會場地 演唱會場地 但她不是因為生意不好 要關閉的 而是她好像轉型 不知道再裝修過 不是 她這個是整個九展重建 重建 她不是生意不好 她想更加多生意 拆掉 那些新的 譬如說 戲院 重新又要做一些漂亮的東西 酒樓裝修更漂亮 好 全部都拆掉了 全部都拆掉了 所以那時候 除了你說餐飲 就算是ViuTV 都搬走了 其實很多artists 都有發文 都說很捨不得 很多在那裡 大 很多無憶 嚴明熙也有說 說她留了很多腳毛 我在自己 九展都很多年歷史 我也做了很多 我也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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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也做過很多次 演唱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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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也有無限 其實她裏面 不只是有星期間 演唱 其實她有很多個不同的演唱 有些大一點的 有些小一點的 有那個圓唱 有大大小小的 有十個八個 所以我們自己 無論是演唱或是演唱 都真的在那裡 演唱了很多 樓上的酒樓還有 上到十幾樓 那些酒樓都是大的 有些人會在上面 擺一些婚宴 我經常都去的 黃虎 我經常都去的 看戲院 是有少許傷感的 但其實一去到 還未正式入場 就先拿票 你們在那裡走 想買東西吃 雖然星期二有很多 麥記沒有了 然後有 商品也沒有了 很多超級市場沒有開 那裡有兩三間 她有很多餐廳 餐廳有些開 不是全部 有些是說不做 有一間在地下 應該是台式那些 吃鹽鬚雞 喝珍珠奶茶 那間 麥記旁邊 很多都沒有開 那位姐姐 好像鬼上身 很忙 做什麼叫外賣 不想做外賣 我已經瘋了 因為很忙 我們都不敢去叫東西吃 因為現場坐的 滿了 人們又在買外賣 拿進戲院吃東西 或者去看拳賽 那位姐姐瘋了 一邊做一邊罵 然後有些人問她 其實 你快來不做 不用這麼激氣 那兩個人都要休息 然後她看也不大 她忍不住 可能覺得累了 大家都很捨不得 不捨不得 不要緊 她再翻身 再起一個新漂亮的商場 或者演出場所給大家 都是一件好事 很開心大派對 薛家宴 斯文 范振峰 開心大派對 薛家宴 斯文 范振峰 好 繼續回來 剛才我們說到九戰 6月30日 明天正式結束 所以之前在IG 都看到很多artist朋友 有很多 幾十個 就叫大家在Story 那裡說 喂 真是Post一張照片 是你對九戰有什麼回應 很多人都有 真的 所以剛才阿返都說 譬如言明熙也有說過 就算她是小女孩也好 她其實都在這裡有很多的演出 她也有十次八次 是啊 她也不少 當然因為她有Post 而最近她也有很多的新聞 既然說起言明熙 就跟大家說一下這一宗 就是言明熙說 因為大家都一直傳 接下來是星夢的四個小花 Yumi 尖天文 姚卓飛 還有Gigi 言明熙 本身是四個一組 但是接下來 三個開演唱會 就沒有了Gigi 那些人在十日八日前 傳聞 有一個報道出了 就說 有跡可慘 你看到這個 After Class 就少了Gigi 原來檢查了 7月就是約滿了 說她應該是不續約 所以就無線地 雪藏 拿起她 首先就是這個 After Class的演唱會 沒有 然後就說 之前很多奧運的Promo 你看到沒有去奧運 有些歌也沒有去奧運 就是這樣計算 之後也沒有怎樣回應 公司也好 Gigi也好 但是在日前 Gigi就趁著糾剪發文 她就說 有些人是不捨得的意思 那些人應該是自己想的 應該是不捨得的 有些人就說 以為好像是拍攝 暗示 暗示 隱喻 不捨得 舊老闆 舊公司 不是 其實她日前 她也有去到 Post了自己的親不信 去回應這宗新聞 因為之前有些報道指 她反骨 不喝水思緣 其實她真的在親不信上 也有去到說 也很感謝 無線幫她安排了這麼多事情 因為說真的 她參加比賽的時候 十四歲十五歲都小 現在剛剛成年 所以她說 目前只是著眼認真去努力工作 做好每一件事 既然很感謝公司一直以來 對她的關愛照顧 珍惜每一次的機會 對於公司任何的安排 都會積極配合和跟隨 尊重公司 從來未有準備 接觸公司以外任何的第三方 不過因為成年之後 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開始想獨立自主 雖然不容易 但會去到忠於自己 當然她也會告訴大家 知道還有很多事情要學 所以她會繼續去到好好學習 所以就把三張她自己親筆手寫的文章 寫上網 但不久之後又再刪除了 其實袁明熙她本身是歌藝不錯的 藉著《星夢》出來的時候 其實《無線》都出了很多力去栽培她 她真的有巨星款的風範 她唱得好 國內有一個大型的節目 是《星身不適》 如果你不是因為無線關係 你又很難進去參加這個歌唱節目 因為參加了這個歌唱節目 她又唱得好 被內地的歌迷欣賞她 近來她內地市場也是廣泛推起她 這件事其實是相負相成的 她說多謝《無線》是應該的 因為你十幾歲出來 都說我們一些藝人 很多時候就是靠機會和運 當然你自己實質的實力都很重要 希望她保持她自己的水準 在公司上也繼續合作栽培她 因為難得的機會 這個很難說了 她自己的抉擇 但看她寫的信 她就是很珍惜 無線給她的照顧和支持 但不知道為何刪除了 不知道為何刪除了 有傳說她今天有 她寫完那封信 她說沒有接觸過 就立即有人打電話給她 看了那封信 原來沒有人接觸過 我想接觸一下你 因為她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做這行 都聽到很多 每間唱片公司 很多高層老闆都說 嚴明喜支持 近年難得一見 尤其是女歌手 好像有點青黃不接 沒有什麼人 後繼無人 這個無論是唱功 外形 台形 都很獨特 很有風格 都說可以栽培 這是未來女性的Superstar 如果說懸弱 很多人都說我有興趣 我有興趣 我也聽過幾次唱片公司這樣說 不知道是否剛出完這個帖 原來沒有接觸過 那我就想頭淡湯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不知道 好像說今天她會出席活動 有機會可能有朋友會問她 要實問 要解答 到其時再看看她怎樣回應 除了Gigi之外 另外說起女生 我也很想說一件事 又是基哥 基哥 她的女朋友已經被判了 上星期我們不是說了 上星期的時候 早上她的女朋友被判了25個月 她出來的時候哭淚流滿臉 其實也有去到追訪 但到晚上的時候 去了葉子薇的農曆生日會 大家都會說 為何會這麼奇怪 我記得上星期你們兩個都說 可能是朋友叫 沒有理由去別人的生日會 不開心 哭著跟別人拍照 是不是死人 也真的有朋友 今個星期再見到基哥的時候 又再問基哥 正如你們所說 其實是因為上星期的時候 經歷了未婚妻的判刑之後 其實她很不開心 很傷心 但下星期的時候 有一位她很好的女性朋友 知道她不開心 所以說你不要一個人 今晚我有個飯局 一起來吧 很開心的 那裡有葉子薇的 她好像沒有說 因為她說她不知道 是葉子薇的生日會 她是去到才知道 而且她本身 驚喜 去到就更開心 驚喜 驚喜 然後她會說 其實她去到的時候才知道 但本身她是不想拍照 但又沒有理由 你去到別人生日會的時候 別人叫你拍照 你沒理由 這麼沒禮貌 所以她真的有去到拍一張合照 所以就讓大家看到 以為她很開心 晚上就馬上去到外面玩 不是 純粹是因為朋友叫她出去 不想她一個人去到 面對家裡四棟牆 那意思 很傷心 也是的 跟她解開心裡頭的屈結 她當然是不開心 因為有一段時間 不可以再見面 至少差不多兩年 對 差不多兩年 其實除了這一宗之外 基哥還有一宗激氣的 她是生氣的 對 又是跟演唱會有關係 之前有些新聞出來 有些網民說 是不是啊 怎麼會不知道啊 就好像未婚妻新聞 但今次很多網民都不是這樣說 今次信基哥 真的生氣 因為沒有理由真的這樣自己整理自己 接下來基哥有一個演唱會 在澳門的 但主辦在演唱會的時候 有些口號 slogan引出來 slogan還是那個名字 名字 名字就嚴重了 基哥出來才知道 然後就很生氣了 怎麼搞的 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你的poster 如果是主辦 其實 對 直接成名字 都要 先給我們看 先給一個藝術 有藝術 要是有藝術 經理人 都要的 看照片 或者叫什麼名字 大家同意之後才會出 是的 這個名字真的有點離譜 如果是基哥 因為基哥現在是很詳情 一定會怎樣都要娶 Chris 等她 娶她 還怎麼會追女生呢 究竟跟追女生有什麼事 因為那個演唱會的名字 叫做風繼續追 女繼續追 有英文的 是blowing girl concert in macau 哇 想這個名字 不是 是不是 等到人家剛剛那時候就說 會等過 離婚妻 怎麼都娶她 下個禮拜就是了 原來 女生繼續追 求水繼續追 就轉了 一絕 一絕 那基哥當然不開心 那有沒有改名字 基哥就說 其實 女生不再追 不是 他說他看到的時候 他都很生氣 但是因為 他不是直接跟澳門那邊簽約 是經過中間人回來 然後中間人回覆 他就說 因為主辦方就說 不行了 沒時間 我們要趕印印印印印印照片 等各樣東西 都印起了吧 是的 那麼快 還有那些票都印中了 都是出街了 但又這麼說 現在是數碼年代 其實很多東西都未必是printed 不是那些 但如果有printed出來 那次就沒有了 如果不印刷就盡改,但也被盡了 可能在演唱會中,或是你的鏡頭、鏡頭 那些可以改一改 不過說真的,就算不要說基哥 他現在又這麼詳情 又說要娶他,一定要等他 就算是一個普通的歌手 你這樣的詞語也很噁心 有點怪 也有點便宜 女計續追 如果你想追女兒,生女兒 如果生了幾個兒子 生了幾個兒子,想追女兒又不一樣 你對的,所以基哥有個解釋 他現在只有阿Q精神 女兒繼續追的意思,就變成一個女兒 就是Chris 癡心情長劫,繼續等他出來 繼續追他出來 算了,沒辦法搞錯了 以後簽這些歌藥也是 出海報、出城 阿珊珊寫明,一定要經過我們先看過 找他再試試 你還可以唱到兒子繼續追 馬上你快點唱到兒子 酸繼續追就行 我媳婦繼續追,不是我追兒子 有 開心大派對 薛家宴、斯文、范鎮峰 開心大派對 薛家宴、斯文、范鎮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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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老闆 然後日品法院去告他 就說古天樂欠他830萬 並且要求法庭去頒領 但這件事應該好像上個禮拜 還是上個禮拜 但古天樂一直都沒有回應 最近他現身活動的時候 當然因為這期九龍城寨 太熱 因為已經衝破了一億票房 再出來做一些宣傳活動的時候 其實隻字不提有官司 直到有在場的傳媒朋友問他 避無可避 就以這個 不行,我要趕著進去現場為由 所以放下手上的麥克風牌來唱 之後才補充表示 事件已經交給律師去處理 所以就沒有回應 不過數目呢 對於他們來說 以前投資這麼多的電影 演唱會 以前帶來娛樂真的很厲害 大型的演唱會 最大的電影 就算是古天樂先生 但都是很小的數目 人們就覺得這麼小的數目 以前是很友善的 會不會有什麼誤會 中間呢 可能各種有些原因 就是 是不是覺得 這件事應該是你負責的 那件事是他負責的 那條數目就在那裡 或者是大家談的合約時候 有些不太清楚 都不一定 如果你說要欠人錢 我想又不會欠了別人 不給別人 因為 幫人都這麼多 是呀 在國內建學校 還有我們圈中很多人 有問題 他都很義務 捐錢出來幫助人 可能這個是公司和公司之間 一些問題 有數目去清 然後去追討 既然他交給律師 這些就找律師 去拿回大家自己的理由 是 這次牽涉這個 其實又不是全部是娛樂拍戲 或是演唱會的投資 其實是做其他項目 好像餐廳 還有零售的店鋪 那裏是另外的生意 大家如果也知道 以前的股會長 跟他們以前的公司 或者現在唐先生 他們是合作無間的 很多合作 很多生意做 我自己都去過 可能他們的NLdinner春明 那裏 他們誇張得 這個數字是 拿出來那一晚 被人抽獎 都不止的 所以大家都覺得 為什麼這樣 不可能 對他來說 是一個小的數目 對普通人來說 因為天文數字很大 但他們玩開的數字 不是這樣 所以有人說 應該是誤會 看看怎樣 我自己覺得 之後應該是 應該是無和解的 很美的 好 繼續另一單 你另外說 講起這件事 是不是有誤會 另外一個 這個我都覺得是挺辛苦 尤其是我覺得 如果這位朋友 他本身是一位藝術師 去到面對另一位藝術師 可能都會比較激深 說的是Grace葉佩文 他跟他先生 就是Eric Klok 其實是一對少女組合 分別是形象總監和經理人 Eric Klok 就是經理人 然後Grace 就是他們的形象總監 日前Grace 在社交平台上發表了一個文章 他就說 個星自己訂化妝整頭 不經經理人公司和同事訂 還說自己不懂流程 零尊重 又自作主張 還要扮無知 怎麼搞 心淡 然後就在後面 寫了兩個emoji 就是哭哭的 之後他回覆留言的時候 他就說 不被尊重已經不是第一次 第一日的事 他們完全不在乎 看來真的很生氣 但是不久之後 他就刪除了那個法文 當然大家就不知道 他在說誰 因為他沒有指名道姓 不過就猜 會不會是他們旗下 這對SIS的成員 最有可疑 所以 小時候 SIS 是不是Eric Klok 好像有帶他們出來 對 小妹妹 小妹妹的表演 對 其實他們當時是 星夢二 去到其中一個學院 有幾個妹妹 出來去到演出 當然 大家去問Eric Klok的時候 Eric Klok的回應就是 你讓他發誓一下吧 很淡然 這樣就去到 四兩半千斤 好像很習慣 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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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陣子就沒事了 我待會叫他刪除了 真的刪除了 不知道是不是他要 可能電影下來了就算了 有時候 有時候 小女孩 有時候 可能不了解 情況 她又不是說 不尊重 在禮儀上 提一提她 有時候 最重要 同一個公司 大家互相尊重配合 這件事一定 就是圓滿做好的 我想現在應該沒什麼事了 不過我相信 可能 大家看形象上 會有些不同 Grace有她自己的看法 可能小朋友 有小朋友自己的看法 所以可能大家會覺得 那個化妝師 或者造型師 去幫我做的造型 可能未必是他們自己喜歡 很主觀 很主觀 你的化妝 整頭 有時候我們都是 看見別人的 藝術師 化得不錯 對 對 因為我們做展示 經常都看到 對 有時候看到 那個藝術師 黑臉 發脾氣 我發脾氣 我發脾氣 很噁心 在化妝師走 很差 其實我不是說真的 不是哄你 是OK 挺好 她說 不是 不要哄我 或者自己看不患 自己是不患 但我覺得 有些觀眾朋友 未必會知道 她可能只是化妝 但其實不是 如果你在台上表演 或者她想自己有整個形象 整個形象 她想配合到 當然當然是最完美 但可能不是她心目中所想的 有些人真的覺得 不喜歡 會因為這樣而不開心 全晚都很生氣 是會的 我看過一些歌手 我覺得都OK 而且不是那麼多人 那麼仔細 不斷把你的頭看 很少人看 不斷看 不斷看 多迷的粉絲都不會 而且這麼遠 然後她生氣 一做完的表演 入到後台 可能還要見記者 她已經很生氣 很生氣 還沒好過 除了唱歌 出台之前 男生和女生 然後不斷扯自己的頭 還要做訪問 記者在等她 還沒出去 不斷扯自己的頭 然後上面公司的那些人 按著她 不要了不要了 很噁心 很生氣 不要了 不斷扯她 做完訪問 先拆著她 OK 真是很醜 我又很托賴 因為我們學校 很多學生都要表演 很多時候 有不同的化妝師 不同的造型師 幫她們化妝 但是她們有時候 有些少少不喜歡 或者不想這樣做 她說不要緊 不要緊 我們先傳給家妮媽媽 看看 傳給我看 我真的會給意見 覺得不太對 就不要這樣 怎樣對 好 OK 至今很好 每個人都說 家妮媽媽說 OK 都好些 她們就變了 對自己 對自己有個信心 雞媽媽 都是想我們 那你有時候會留意 留言給她們 我不是留意 我只是說 你現在跟化妝師說 我要加一些胭脂 眉又要怎樣 我直接這樣說 即是你叫化妝師做一些事情 對 對 有時候她們提議都是對的 你又要尊重一下她們 但你又要想一下 怎樣在台上漂亮 又給一些意見 去提點學生 對 對 現在那些人真是厲害了 你不要以為 我們十幾歲的時候 整個番薯師 怎麼會這樣說話 真的她唱片公司都會跟你說 如果你試試說 你會不會跟你說 噢 這個化妝 這個髮型 嗯 那不要請她 叫她走 好嗎 那你也一起吧 哈哈哈哈 這句不是那麼好聽 不要 那你也不會說 即是我們那年代 我們十幾歲 只是個番薯 真的 絕對服從 現在真是厲害 現在沒有point 現在十幾歲 我們現在幾多 是自己一出來 就說十幾歲 偏刻做不完 監製已經做了 不同了年代 即是她吃了很多東西 好像剛才Gigi 真的很多東西是厲害了 所以她們又不是完全沒有point 如果不同年代 有些大了的 大人 叫做 年長一點的 未必能接受到 即是可能覺得 我那時候也不敢出聲 你現在這麼多話說 你懂不懂 其實真的 大家要去 去做的 要共用 是啊 大家 以目標告訴大家 我們都是想出來漂亮 大家也要互相聽一下意見 化妝師有時候都會以為 他們的想法是對的 那你都會給他一個意見 不是喔 我的眉毛好像粗了一點 好不然又回到一點 他都會聽你說的 所以一有找到一個好的化妝師 實化型師 這行都可以保持很久 是啊 十年二十年都在用它 是啊 對的 開心大派對 薛家宴 斯文 范振峰 開心大派對 薛家宴 斯文 范振峰 我們繼續說這位朋友 詩琪妹 楊詩琪 楊詩琪 我們之前有跟她做很多訪問 就知道作為一個媽媽 其實她都很用心去栽培自己的子女 特別看到她在疫情期間 她很多時候都要回到內地 是一個人長住在內地 可能是跟兩個子女分開 到真的可以回來香港的時候 才可以跟她們團聚 但是當然作為天下間所有的母親 有誰會想跟子女分開這麼久 絕對是因為工作 但是在我們現在疫情過後 看到她都經常在內地發展 以及進諸抖音 而且她在抖音上面 也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 讓大家互相討論 多的 她是其中一個幾年回到內地 香港藝人 都是多工作 成功 我們賺到錢的人 我覺得她算是成功 其實她以前 沒有疫情之前 經常看到她回到內地登台 其實我覺得她有一個很好的條件 就是因為她是香港少女冠軍 而且她是綠了的香港少女冠軍 綠了嗎 綠了嗎 就是冠軍 不知什麼網上媒體 那些最上鏡 最上鏡 觀眾投票 完美體態 那些 那麼多年以來 其實在內地 以我所知 他們做的內地登台 如果你有港者冠軍 或者你不需要只是冠軍 你有港者的頭銜 你拿了獎 其實都是不愁無錢賺 是的 因為她的一些大的活動 請到香港少女 都是一件好事 所以可能很多這些活動 她都會被邀請出席 可能別人一些婚宴 做特別嘉賓 都想請香港少女 難得的事情 所以楊詩琪 她維持到現在很美 身形又很美 有時晚上在無線看 貓交貓狗狗的 郭伯五千多次 我現在看了很多次 陳國邦 我看了很多次 這麼多年了 到現在你看看 她保持得很好 生了兩個孩子 還保持得很好 坦白說 香港進去內地 你要找一個工作可以養起頭家 一路一路這樣做 是要靠自己的實力 一個女生 一個毅力和勤力 真是不簡單的 她真的很勤力 在抖音那裡每次開直播 起碼都五六個小時 她很勤力不止 我跟她做過事 疫情前的時候 譬如在香港派東西 有一次遇到她突然收到電話 女兒有事 立刻要去醫院 我們剛剛結束 立刻都說 不要說了 很遠 在清水灣西公路 輸你 她說好 麻煩你 過去她很緊張 眼淚淚淚 她很疼愛她的女兒 之後內地又跟她做事 我覺得她很厲害 香港小姐還要冠軍 萬千寵愛 TAB當時也是力捧 很多粉絲 電台有些同事 放了一些照片在桌上 那時候有些癡男 我們的同事 都放了一些照片 有些宅男 也有幾個 一落到你 已經是自己做這行 都要跟她拍照 很多人喜歡 她都是放低新段 香港小姐 那時候她拍很多內地的網絡電影 她也拍很多 那些電影的預算不多 有預算都會給她的演員 都會給她的片酬 我問她 我們只有這些房間 如果要再住其他房間 其實那些都是很普通的 我想都是賓館 酒店都還沒有 我去到我都會窄一窄 很簡單的層次 還有工作人員一起住 我都會窄一窄 這裏 其實都挺窄的 然後她是很開心 說你這裏可以嗎 那些人會問 你不是要住其他地方 住其他地方 可能你自己給錢 但就要遠 我們找個車來接你 她是很好 她是不用裝 這裏可以 她還要很開心 她不是裝作 笑都很開心 住都很開心 買些東西 一起上來吃 她是一個這樣 很信任人 很麻煩的人 這些都是港姐冠軍 所以她工作 這裏是一個工作的態度 所以她保持著 內地 其實你能數得到 當然回到內地有工作 但其實在上面要找到吃 香港人可以站得住 不是這麼多 20個 20個 30個 都不知道有沒有 真的站得住 她是其中一個 算是成功 靠自己的努力 以及處事態度 各方面 她繼續加油 但為什麼會突然說到 詩琦妹 因為她在抖音上 很多片 大家會說她的衣著 比較老土 唱歌會走音 跳舞會脫筆 最新的時候 也放了一些 上載的片 沒有再表演 只是配上一些背景音樂 告訴你她如何華麗轉身 當然這些打扮 會比較吸引一些 但真的看到那個身形 給大家看看 是否還保持得很好 對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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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有些朋友說 為什麼要去到 覺得你是港姐冠軍 為什麼要去到 不停在抖音做這些表演 有些人就說 好像很慘 大家會覺得很慘 我又覺得 最怕自己要去開心 不是啊 而且在國內 有很多 藝人都會做抖音 她可以凝聚她一些粉絲 文化不同 因為現在市場都放在國內 國內不會覺得 開這些視頻做抖音 覺得慘 因為很紅的人都會去做 我最記得 古天樂都有上 古山都有上過抖音 之前說羅家良有條片 表演吃拳頭 又說她很慘 可能是她的收入 或是她的粉絲留言 擁戴她們 她看回那裡 拿回滿足感 你又不知道 你在香港 可能她不是放在這裡 文化不同 那些人的感覺 其實是 他們是 內地很多藝人都是這樣做 而且為了小朋友 她現在又不是 有老公 她要養家庭 而且那個照片也很漂亮 她真的保持得很好 還保持得很好 可憐不可憐 大哥 人家很塵口 不知道是誰 可憐 我們一會兒回來 就會有三位嘉賓 金姐 這三位嘉賓 最近大家知道 我跟他們合作了 玩轉心中懶人包 心中不是心中 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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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 好像明天就開了 明天三點 這幾個年輕人 她請你之前 今天就是你請他們來 沒錯 待會他們會出來 和大家分享 我們拍攝節目時候的樂趣 就是要去拍攝節目 來拍攝節目 對 好 來拍攝節目 好 好 回到第二个中球的开心大派对,嘉燕姐 我知道今天我们很有活力 因为我看到你是故意因为这样的人 穿一件运动衣,表现你的活力 是的,我平时很少穿衣服 拍着年轻人,当然要青春一点 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 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节目 叫《玩转心中懒人包》 我们几个又不是懒人 因为你们勤励 所以才可以做一个懒人包 给我们这些懒人 对,正确 有轩毫中 你好 江青 还有林静峰 我们回到内地很多个地方 记得有多少个地方 四个地方 有哪四个地方 我们去江门、阳江和嘉燕姐一起 然后茂名和中山 对 还有新闻 对吧 新闻 我们是轻轻经过一下的 轻轻经过的地方 包括开平 轻轻经过一下 但我们主要推介的就是 刚才花B所说的四个地方 哦,明白 因为每天不同地方 你知道吗? 每天换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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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每天换酒店 每天换酒店 我会把酒店拿出来 我妹妹说 妈咪 不是妈咪 不是妈咪 姐姐 不用你了 因为我们明天就走 就是你妹妹陪你一起去 是 不如这样 先问一下三位 嘉燕姐 你也是 即是去出外 拍这个外景的时候 换酒店换得这么密 不如看看你们今次的心得 又给大家 即是懒人包的时候 你们对于去到执行李 有没有自己的一套呢? 有吗? 有没有自己的一套呢? 梁静峰啊 好,都有的 就是如果这么频密 就是我执行完些东西 就不会 因为平时 如果我住一个地方 住得久 我会把东西全部收拾出来 是的 那这次呢 真的很好笑 我一洗完澡 我一洗完澡就要收行李箱走 刚刚回到房间 洗澡 然后就要收行李箱 第二天很早 第二天六七点 即是自己梳化那些 所以我拿什么出来呢? 用完之后 立即放入行李箱 我没试过 是的 我觉得好像也有点累 是的 是的 下面呢 我觉得 最重要是整齐 即是你的行李箱 如果整齐的话 你找东西出来的时候 都知道在哪里 你就不会拼到周围 因为主要 其实我们在行李箱里 拿些东西 好像正风一样 我都不会拿东西出来 是的 所以行李箱整齐是很重要 你一定要找到你需要的东西 是的 是的 我自己呢 我自己呢 就习惯了收行李箱的时候 会把不同的包裹 好不同的包裹 哦 譬如我今天要拿些什么出来 或者去到酒店 其实我要梳洗的用品 那我就整个包裹拿出来 那些衣服呢 就把衣服放回行李箱 然后呢 通常大部分行李箱是分两边的 嗯 那我就会把那些用完的衣服 即是我不穿的衣服 就包裹好了 封好了 那时候我不再移动了 那另外一些就是我要移动的东西 那我就会很快地一开箱拿出来 第二天走就把它放进去 哦 我就这样的 首先拿了化妆品出来 哦 洗澡也拿了出来 因为一定是要用的 那然后呢 打算呢 今天穿衣服当然要先穿 明天穿衣服就拿出来 先穿衣服 因为一早 有时候六点多起床 哇 八点钟呢 就出发 还要吃完早餐 很多时候我都miss了个早餐 哈哈 我也是 很正常 我认识 以你的性格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妹妹说 快点啦 吃早餐 算了 哈哈哈 但我又觉得 如果以你们这样拍摄来说 其实你miss了个早餐 也不是有什么特别损失的 因为应该你们有很多东西吃的 是 因为呢 咦 一天吃多少餐 六七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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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而且是很丰富的 所以那早餐就算了 有得他 是 但是呢 过程呢 我觉得是很特别的 因为有很多地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 江门我第一次去 新会也第一次去 虽然经过 是 因为我看到那些果皮 很吸引我 你经过都闻到一股味的 陈皮那些 是啊 陈皮 哇 有很多几十年的 很贵的 很贵人 竟然是有人送给我 是啊 慢慢的 慢慢的 那些 我不敢问 还有什么地方去问 哪个 阳光 豆豉 豆豉厂 是 是 因为去到一看 我们都拍出来的 很特别的 是的 他的食物很特别 他的豆豉包 豆豉 是的 豆豉包是非常精彩 非常好吃 等一下 我想问 豆豉包的豆豉是餡的 是啊 就好像叉烧包 就是一咬下去 就里面 它就不是整个豆豉 它有些是鸡包 但是它里面是用了 阳光本身出产的豆豉 所以它的香味是很特别 非常好吃 真的很好吃 一个大包 是的 大包 其实吃了那样东西 都不用吃 都不用吃 哈哈哈 但是我们每餐都有吃 就是我们去到每一个地方 每一道菜 都吃完 所以其实 我们的犧牲都很大 因为我们是胀了 起码两个马 是的 大家 你胀了两个马 嘉莉姐回来我都记得你有说 我记得有说 因为他去拍之前 他有说 这段时间不要吃那么多 但是他在口上这样说 实在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 哈哈哈 我看到是忍不住口 是 因为你看到整台都是美食 就是很好吃到不得了 另一个人忍不住口 就是林郑峰 是的 是的 他呢 他会很客气 你也不是第一次拍的 不是啊 我跟嘉莉姐第二次拍了 在潮山拍了一次 是的 我忍不住口 所有东西都不停吃 吃坏了 他呢 很聪明的 他起身说夾给人的 其实他就夾多一点了 哈哈哈 是的 你喜欢吃豆豉些什么 那天豆豉 有一餐的 整餐的 那一餐 我反而 你说豆豉那一餐 我不是印象最深刻 我直接忘了自己吃了些什么 是的 反而我最印象深刻 到现在 都还记得的 就是那个菠萝包 这么巨型的菠萝包 你记得吗 那个 我是吃不停 有餡的 有餡的 那个我真的吃不停 我想有半个菠萝包 这么大 但是 餡又是实 大过你的头 现在还吃其他东西 你说有什么技巧呢 其实真的没有技巧 真的少吃多餐 跟自己这么说 还有我想那几天 大家这么累 都消耗了不少体力 这样安慰自己 但是我想问一下 你们拍摄前后 有没有为了 就是 你拍之前都知道 会狂吃 因为说真的 你去到拍摄这些旅游节目的时候 真的一天六七餐 是等着闲事 那你们之前 有没有说 做完健身 或者是之后 回来狂操 他们有跑步的 是 不过我就说不用预讨 是 是 他们说 有时收工去跑步 因为早上赶不及跑步 因为要一早起床 你们说六点钟 是 他们就是收工之后 吃完饭 九点几十点 都去跑一轮 是 跑一轮 跑一轮 就回去洗澡粮 睡觉 那也是一件好事 是真的很努力地跑 还是 休息一休息一休 我见到 远奥中 Babby Roxane 全部都真的有去跑 在头几天 是 其实我跑一次而已 只要跑一次而已 只要跑一次而已 因为整个旅游 我去了一半 我走了之后 大家就抬起床了 你是我的精神 还是你呢 我想说 就算我们跑 都回复不了 是 我自己在出旅游之前 因为我有知道 其实男生是要表现身体的 我是有表现身体的 但是 到真的要脱衣 那天已经失手了 过了两天 已经继续不了了 没办法 太好吃了 是吗?你们有脱衣吗? 我不知道 我们有下水 是啊 他们又没有叫我去看 全是下心的 怕你怕我梦令 有什么男人是这样的 是什么 是这样的 只是这样的 你们没有脱衣吗? 有啊 浸温泉 我们的监制说要反传统 以往做的一些饮食节目 都是女生穿比基尼 很性感 是不是? 有一个 反过来 女生就不穿比基尼 男生就抹光珠 避免女士观众 对 大家要留意 男生有抹光珠 接下来还有四集 大家要留意 对吗? 在这段时间 你想看摩光珠 先去哪里 去哪里 先去哪里 待会再聊天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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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回来 我们开心大派对 第二个钟头 有我们三个嘉宾在这里 刚才说到你们和嘉宴姐一起到内地拍这个旅游特輯 我想问一下林郑峰你是第二次拍吗? 是的第二次和嘉宴姐一起拍 但是我想问你们几位之前有没有拍过这个旅游特輯? 我完全没有 我第一次来 OK Fabi呢? 这是我第二次 OK 其实大家都是第一次 其实那个心情 出发之前还是很兴奋 我从出发到回来也是很兴奋 我知道 这个我知道 因为第一 因为内地有很多美景 这个真的是 我们是 如果不是因为拍这个旅游特輯 你没办法 深入一些地方 来看他们的景色 就说回江门 你们介绍一下 那一早 又是六点钟要起床的 不过呢 监制跟我说 嘉宴姐 我们要爬上山上高 然后呢 看那个泳池 然后说 我明早我密密 或者起不了身 所以我精神上面陪着你们 那些年轻人 我在下面等 那你们说一下 你们那一招是怎样的 为什么爬上山上 有一个泳池呢 我想知道 它其实好像一个 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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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山行到沿岸的时候 那你就真的有个 正正式式的 无边际的泳池 但是在沿岸上 你远望的时候 那泳池和海 就好像是 连成一线 连成一线 很漂亮 因为它上去 其实它是一望无际的南中国海 是 一望无际的 就是整个海景 180度都是海景 所以是挺震撼的 上去 好漂亮的 好漂亮的 而且它旁边 还有一个叫做 棧道 我们一拍完之后 沿着棧道走回来 很害怕的 下棧道 也挺害怕的 但是你会看到 画面也很震撼 因为其实也很安全的 但是也在沿岸边 也会看到很多浪 而且它有一些很特色的景色 即是浪 像它湧上去 沿岸边的时候 它浪浅上去 那一刻 其实是很震撼的 有这些美景可以看到的 而且那边最精彩 除了游泳池之后 其实我觉得那个沙滩也值得过 是的 因为那个沙滩 那些沙滩是很幼細的 是的 你是会想睡下去那么舒服 是的 你们要知道的 因为下到来 我是沙滩 下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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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不要教我了 哈哈 但是沙滩就可以了 沙滩呢 因为它的酒店 走出去 就是沙滩了 是 我一踩下去 咦 一踩下去 很深的 它那些沙滩 好像粉末 是的 很油 很油 尤其是 晚上的 哇 这个景色很疑人 很多人 像一个小的 什么 那些 帐篷 那些 帐篷 亮灯 有人在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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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灯笼 灯笼 很漂亮 很漂亮 好了 我们睡觉那里 就看着沙滩 整个海 哈 它晚上有烟花 很浪漫 那么浪漫 是啊 1个月2点多 哈哈 嚇到我 嚇到我 一打开窗帘 就在我面前 是呀 我已经摸到我 是呀 放烟花 我立刻 原来是放烟花 是 但是又很漂亮 那些人在玩 一过来 在一些空地 就可以放烟花 是 这些特色 香港是找不到的 是 我听说 我们的陈老板 很开心 是 一家大小去行行行 多开心 那天是光门 去完光门 光门早前是很大的 然后呢 我们就经过去什么地方 我忘记了 是否是茂名 不是吧 光门之后就是 我们在阳光 阳光之后再去光门 陽光還有一個溫泉酒店 有間房子很漂亮 是的 因為那些溫泉 除了酒店外面有一個 水道 有一個很漂亮的水道 我知道了 你給我看照片 觀眾未看到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泳池 但全部都是水道的路 連住了很多酒店的房子 那兩邊是房子 然後中間就是水道 你們就可以跳下去 你就可以在房子裡 一開閘就可以跳下去 就可以游到對面 游到下一個行程找其他人 是的 但除了水道之外 你自己每一個人的酒店 都有一個溫泉 是的 那個挺好玩的 但那天也沒有穿泳衣 我說我 我也是穿豚褲 但是那些男士就好像有穿泳衣 那些男士也有 他們不懶的 在這裡玩的 我們有坐那些 大水泡 大水泡 如果年輕人去玩 就真的很開心 那我們就說 那些水比較涼了一點 夏天他們放一些冷水 不會太熱 它應該是溫泉水 它本身真的是溫泉水 但是它冷凍了 才去做那個水道 哦 那我就說 那些溫泉水 我有問 那些溫泉水 是不是假的 這麼多溫泉 他說 姐姐 這裡的地方大到不得了 是 那個投資商 因為它這麼大的地方 都有溫泉 所以他就用那裡 來一棟架村 哦 那些溫泉水 多到不得了 要不要假 根本就不用假 我才明白 原來那裡周圍都是溫泉 而且那裡周圍都是山圍著的 那個景色也是特別好 是啊 這個我們在香港 就少見到 但是 很可惜 我們也是停留一晚 所以那些行李箱 都沒有什麼收拾 都沒有一個 因為那間房間還是很好的 那間房間我們開門 其實我想大家都嚇到 那天很大 那天很大 很大 我們一進去 我看到我們一邊說的時候 他一邊不在那裡聽 那邊聽 為什麼我沒有這樣 我來到的時候好像 跟你們經歷的好像很不同 在別的節目 我們是玩人的這個節目 我們一開門是有一個廳 有一個廳 每間房間有一個電動麻雀桌 是的 但他們全部都沒有機會享用 因為太旺了 我們真的回房間洗澡 睡覺 回房間睡覺 第二天早起床 不過我也是大鄉你 他那些電動麻雀 根本就不用你洗 是的 一按 就是我們想玩一下 但是玩一般 就是看不到獸仔 看不到獸仔 我是這樣 玩一般 這樣做 就沒有了 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 也特別 而且 那些食材挺好吃的 嗯 那些食材挺好吃的 那些食材 你如果就算吃他們的蔬菜 你說沙律 那樣 因為那些菜太新鮮 立刻割出來 唉 就是很甜的 那些菜 比我還甜 不可能 不可能 哈哈哈哈 他們還沒笑 我怎麼知道 你想這樣看 你 我試過 我知道 我試過 你吃大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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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試過那些菜 你想做坤哥第二 哈哈哈哈 哈哈 林建峰是很有趣的 跟他去潮州拍攝的時候 他真的吃到那麼多 不見人的 是 直長直逃 不是啊 他是怕胖 是 他直接不來參與 是 是 拍攝那些 我一定會參與 是 但是你知道 我們除了拍攝飲食節目之外 還有早午晚三餐 是 我記得那時候 那個節目 是吃了六餐 有一天 是全天吃火鍋 由早上 牛肉火鍋 到晚上 然後 午餐和晚餐 為了就腳 都是吃火鍋 所以晚上那一餐 那晚餐 我還是不參與 如果再參與 我第二天 應該 你應該認我不到 爆頭 所以我會控制自己的飲食 控制得好 盡量控制 都控制不了 但我想問一下 在那個 拍攝過程當中 分不分到 由第一天 和第十天的分別 在樣子當中 我覺得自己越來越殘 越來越殘 越來越累 那刻越來越大 因為我們 其實在說每個點 一個點去另一個點 車程都在說過幾個小時 如果你能睡覺 睡覺就好了 但如果你睡不著 那就不太好 當然這一點 你強項 我強項 是的 我告訴你 姊姊是否很累 我說我可以 我剛剛睡覺 因為從這裡到那個地方 不知道 她一上車 我就會 那都會 有車 但他們有時候 睡不著 你們睡不著 你們睡不著 有時候有些車程 是會很滅滅的 因為有時候會上山 有時候會下海 但我睡得 很好 我之前沒有拍這個節目之前 我有一點點 不太能睡覺 有失眠的問題 但拍完這個節目之後 我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是的 我每一次 每一次上車之後 就馬上暈倒 我沒試過可以這樣睡得 我們基本上 每天出發的時候 一上車第一件事 問監製 我們多久 多久 過幾小時 很棒 來得分 是的 一定要問一下 幾個課程 我現在知道有場 大家快點睡 對 因為去到便宜便要做事 不同地方 又準備了不同的東西給我們 第一 又要真的吃得精彩 因為不是假食的 我們真的親身去嘗試 還有告訴大家 那個味道是怎樣的 真的 現在回想起來 也是想吃的 好 既然這樣有時候 我們休息一下 給你時間回規一下 好 開心大派對 薛家宴 詩文 范振峰 開心家宋 開心家宋 在廣告時間 三位和家宴姐 一起回憶你們 當天拍攝這個女生心中 玩轉心中 懶人吧 我記得是 應該是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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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是4月拍了 沒有這麼熱 是啊 我想真的 是啊 大家 我已經黑了幾度 已經黑了 我已經黑了 我也黑了 沒有沒有 不過有好幾個地方 就算曬黑一點 都值得去的 值得的 是不是有一個 是魚柱煮菜 那些地方 我記得應該是 在陽光的中山 那間店 他們說 老闆的祖先 就是當年 宋帝丙南千的時候 帶來的魚柱 是魚柱的後代開的 他們主要是吃燒鵝等等的 是魚柱的食物 但是我覺得最特別是 有個飯 是釀在金的皮裏 哦 真的 釀在金的皮裏 是啊 釀在金的皮裏 釀了飯 然後拿去蒸的食物 那一定是辛梅 哦 因為金是特別的果皮 所以要釀飯在果皮裏 我記得我是 好像是米飯 對 我記得我是拿了整個來咬 對 拿了整個金皮裏的飯 這樣拿來咬著吃 對 那整個味道是很混合的 很特別的一種味道 都很棒 真的沒吃過 這樣煮法 真的很特別 還有我們餐船那裡 叫什麼地方 赤坎古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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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漂亮 值得去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因為我記得當時 我們穿了那裡的文章 不是 我們穿了一些文章衣服 去拍照打卡 還有那個古鎮 好像一個度假區 很大的 它裡面又有那些 類似丁丁的車 可以讓你夜晚 到處游古鎮 哦 那古鎮 你聽到古鎮 好像覺得小小的 游了一圈就沒有 其實不是的 它裡面每一間 每一棟的建築 它裡面都有一些 很本地的一些東西 即是本地的一些手作 啊 還有很有特色的 吃的又挺好吃的 然後拍照是一流的 打卡一流 好多人去那裡拍戲 即是應該這麼說 很中式的市集感覺 是啊 是啊 好像一個片場 是啊 很多人去拍戲 是啊 很多人去拍戲 我最記得 我不知道是和何廣輩他們 是的 我在一個小船 你知道一搶船 我們就說 拍戲 不如唱這首歌吧 是啊 是啊 那我就說 啊唱啊 因為搶著船 我想起 許冠傑那首歌 那首歌 那首歌呢 那搶船那個人呢 他就說 日言共隊 慶州虎票 是啊 他好像在那裡唱啊 他在那裡唱我 哇 好厲害啊 哈哈 那家叔叔都五十多多歲了 是啊 是啊 我就是想唱這首歌 好厲害啊 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還有呢 我們剛剛在餐船的時候 去了黃昏 哇 那些景色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那個古鎮 真的值得去 玩一天 都還沒玩得完 因為它真的是一個古跡去改建 它不是硬起出來說是古鎮 它真的是古跡改建 它以前是為流落 就是修緝過 其實我最初入住 我有點害怕的 因為那些古鎮 肯定會覺得 可能會有些 有很多鬼故事 這間房間是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 對 你有沒有推出去露台 一推出門 走出去露台 你會看到那些古鎮 很漂亮 非常之美 那一刻我覺得自己 好像在那些歐洲的建築 那些古堡那裡 真的很像 有一點這樣的感覺 很漂亮 如果讓我再住 我都會建議 可能跟朋友再去那裡玩一次 真的 在那裡可能留兩天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漂亮 是啊 那裡直接去 你說我先說 我們就算這麼早要起床 拍攝 我跟其他兩個女生 都有再早點起床 撿回自己的房間 然後就在房間裡拍照 然後放到露台裡拍照 真的很漂亮 值得 不過其實女生現在去到這樣拍攝的時候 她真的睡覺的時間會少很多 是啊 是啊 不過我們爭取時間 因為都知道監製 整個團隊都知道要拍很多東西 就盡量在那段日子上拍完 就是反正來到 所以 拍多一點沒有壞 所以我很欣賞他們幾位 我們合作團隊的年輕人 他們很乖 對 而且很聽話 很準時 已經在Lobby裡拍攝 吃完早餐 每一餐都不放 一早集合 大家知道要搶拍攝的時候 沒錯 想不想不想就去拍 因為有時候很難拍 為什麼呢 因為圍了很多人 是啊 是啊 要人家的手秩序 經常一過去就馬上 我們量了我們要說的東西 想不想不想就拍 所以 團隊合作的精神都很重要 如果大家看我們這個特輯 你就看到 體會到 和我們會欣賞到 其實這個特輯 除了你們三位之外 和家晏姐 其實我知道還有其他的朋友去參與 就是跟我們說一下 還有何廣佩 我們一天說一兩個 何廣佩我跟他在互鬥 經常鬥嘴 你見到我和你 這個劇本設定 還是你們真人本身都是這樣 真人本身 因為他個人沒什麼所謂 很多東西都很配合的 還有很玩的 所以有時候覺得 可以這樣吹吹大家 不如吹吹 剛好大家也是對面隊 我們不是同一隊 可以互相 因為這次這個節目 有些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兩隊互鬥 是 變相 我們會互相吹吹大家 我們每一隊 可能會 譬如我今天 大家營姐去這裏玩玩玩 另外一隊 第二天 大家營姐去另一個地方玩 我們對面隊 就品評一下他們那隊 準備了什麼 準備得好不好 他們就會不斷吹對方 吹得很開心 我主要和何廣佩 有時候在鬥嘴 有時候 但你們那隊是內奏多 對 整個都很開胸 整個都很開胸 對 我那隊還有Rozanne 對 對 我們本身裡面 都是很不和諧的 其實是鹽皮里 主要是鹽皮里 對 主要是鹽皮里 你是老鼠屎 對 對 我還沒自己炸死他們 豬隊友 你是豬隊友 對 OK 開心 你看到裡面 大家的氣氛 真的很開心 無論是內鬥 還是鬥外 都會有很多 很好的氣氛 吃東西我覺得是一個重要的一環 但是大家的氣氛 整件事 我覺得是很有感覺 看下去 很開心 其實我覺得是對的 就算我們去介紹一個地方 就是 就不要像以前 朱維德那樣的介紹法 以前也很流行 我們就坐得很直 很直 就是這樣 這個古鎮 就是現在 新潮的介紹法 是要風趣一點 有搞氣氛一點的 就是讓大家知道 原來它有這種獨特的地方 這份吃東西也是 對吧 大家在那個鏡頭看見街 很狂吞苦現 其實我不是這樣吃東西的 我是很斯文的 節目效果 不過是節目效果 變成了 我每餐餐都變成食神 那些東西是好吃的 不過我不用 嘩 我還沒吃過 我就是這樣 不是 嘉賢真有演出這個 有 有 我真的嚇倒 但因為我好像坐在你旁邊 然後你又很大聲 我問嘉賢真有事 是 是陳百姓 她以為我發生什麼事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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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了 看到大家玩 開心 其實我們還有幾個地方 有一個是碉樓 是 碉樓應該在哪個地方 開屏的 開屏的 不如跟我們說一下 碉樓是怎樣 真的有些朋友都不太清楚 碉樓是 以前很多的華僑都去了外國 他們賺到錢之後 就回到開屏這個地方 就去建一些 防衛能力很高的樓 通常是四五層樓高 因為當時可能很多的盜察等等的問題 即是當成城牆之類 他們是保衛家園 一個人 每一個都沒有 而且他們有很多很特別的東西 即是他們的碉樓設計 譬如我們被那些賊人攻破了第一層 我們就退守第二層 是有這樣的設計 所以是很有特色的一種建築 是 那時候還有些洞洞 是放一些窗 對 有些洞洞 是準備把窗洞去射賊 因為我妹妹有看過 為什麼 因為以前出外 當然在外面 我們中國人是賣得苦的 有勤力的 在外地賺到錢 很多時候一定是寄回鄉下 寄回鄉下 寄回鄉下就被他們建屋 靚靚的 但是有些賊就知道 咦 現在人有錢 那就去搶劫的 那你家裏那些 是不是都是老的 或者是幼的 在那裡的時候 會不會很容易被他們搶走 所以他們就防護自己 那我妹妹有進去的 那裡有百多棟 哇 是古代一些 圍樓下來的 雕樓來的 不過他們有一些 是圍補回去的 他說上去一樓 已經是有個地方 是讓你擺槍的了 就是他一攻進來 就是前面攻不到 第二下 上去都有槍可以打到的 那起碼那些賊都不能進去 那我 噢 這個方法原來是這樣的 當年是發生這樣的事 那這些 就是除了是看 那些旅遊勝地之外 還有一些歷史的教學在那裡 那我覺得是非常之好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很多集都會介紹一些 一些旅遊勝典 還有他們歷史 以前的文化 文化的東西 嗯 OK 那好吧 既然是這樣 我們這時候休息一休息 待會回來繼續去到 跟大家聊天 好 我們繼續回來啦 那就是我們最後一節的時間 是 問一下幾位 就是這次的旅遊特輯呢 其實你們都還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剛才我們只是一些可能比較是旅遊 旅客去的地方 好像你們去了找一下古明華 是嗎 是啊 是啊 古明華是不是在中山 我忘記了 是嗎 不是在江門 江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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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是啊 因為呢 他開了一間茶餐廳 是啊 是啊 因為呢 在江門那個地方呢 原來是 被很多人呢 去那裡 文創意的東西 是 就是他們有他們的特色 他們做他們特別吃的東西 嗯 還有呢 就日後夜晚都有人在那裡唱歌的 哦 挺有特別的 那什麼呢 古明華呢 就回去了那裡呢 就是開他自己的茶餐廳 嗯 那我去到我才知道 咦 古明華在那裡 我知道他已經進去內地道 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 那他做得很好啊 做老闆啊 是 那他一見到我們 那一班 他們還唱街大歡喜那首歌 是 哈哈 他親自下來招呼你 是 那又請我們吃他 他有名的 是菠蘿包 是 菠蘿油 菠蘿油 還有那個 爆奶 對 爆奶的多士 爆奶多士 好像山一樣 雪山 一切進去就 他的朱古力奶 對 爆出來 爆出來 沒錯 還有呢 就是拍完之後 還請我去吃他們的豬扒包 豬扒包 是 吃個豬扒包 它就是很脆很新鮮的 是 那我啊 你挺有特色的 那在這裡呢 他們多遊客 是 是 原來很多外來的遊客 都去那裡逛一下 那些叫做打卡 就是拍一下照 那樣的 那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特別的 跟大家介紹 那大家 就是他都很有特色的 是嗎 對 除了一個食物上高 他很文青的 有很多壁畫 有很多不同的打卡位 是 是 很漂亮的 就是他還原回香港的一些冰室 就是茶座的那個感覺 就是六、七十年代 沒錯 是 完全是那種感覺 是啊 那你見到古明華已經有 就是很難得見到面的感覺了 趕如隔世 一太久沒見 看到他做老闆 在這裡做得挺成功 都替他開心的 嗯 嗯 除了他之外 還有其他的地方 你們有去到 是嗎 很多地方 是 我記得我們去過一個叫做 荷花的堂 是 那是哪裡來喝的 荷花燕 荷花燕 不要緊 你想想 先想 我們繼續可以看 有很多東西吃的 有 有些蓮子 然後去燒鵝也很好吃 其實我們去了那麼多地方 就是不停地吃燒鵝 對 燒鵝很棒 對 還有一個爐熱 對 最好吃的好像是那個甜品 那個 阿姆出池 阿姆出池 是怎樣 有一個 是糯米池 是 有荷花葉 荷葉在底 是 中間不記得是 是有些花生 是 我只記得我們 我們吃那個 因為我們拍攝的時候 才吃那個 阿姆出池 正常我們吃飯 阿姆出池 對 他的意思就是 阿姆出的那顆 糯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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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出過泳池 對 是糯米池 對 沒錯 和味道好像有點不同 我很記得就是 Hira試的那個 阿姆出池 她一吃進口 就有兩張大叫 我跟何廣佩 反應是 你的氣太誇張了 結果Hira 我一笑 真的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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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荷花葉 你想不到 因為那個荷花裡 有蓮子 那個蓮子 我又不記得了 有蓮藕 不知道煮什麼特別的湯 我炆得很棒 總之 吃甜品 又有蓮子 各方面的東西 所以 我都未吃過 荷花燕 我初初 荷花燕 有什麼東西吃 她都可以 將荷花 荷糖 裡頭所有的東西 就吃一個荷花燕 這個真的有特色 我走幾步 就去到荷花糖 你看到荷花燕 樓下 就是打卡的地點 對 又可以拍照 還有哪個地方 我還有一個 我記得我們在一個商場上面 是零食有間 度假的酒店 在上面 而上面 亦有很多的泳池 玩水的設施 對 但也挺特別 因為很少看到 商場上面 會有一個酒店 還可以玩 又可以吃 還有女頭 她的游泳池 也是很大的 是的 幾間屋 通過了 很多間屋 看到對面 那條橋 可以去旁邊的屋 真的很方便 是的 我晚上會去拜會你們 是的 忘記我 忘記我 還有一件事 她每間屋 她為了小朋友而設施 怎樣 你玩到她上高利 你是有那些 上樓梯 她有那些 上樓梯 轉到廳裡 是 波波池 對 是 在酒店房裡 你說多大 哇 如果你一家大小去玩 是很開心的事 很開心 所以這次 我們拍攝這個 玩轉心中 男人的包 是很值得去玩 雖然是有時候累 什麼成 但是人生難得有一次 去到這麼多地方 又這麼漂亮 住的酒店很漂亮 又吃這麼好的東西 是 期待我們有機會再去吧 是 我們玩第二輯 希望有第二輯 是的 去一些新的地方 哈哈 有一個例子去解釋 我們累的程度是怎樣 因為我們還有一位的主持 還沒介紹就是徐榮 徐榮 對 徐榮 我想問一下 徐榮的角色是什麼 我想問一下 都是主持 他很後翻 但他是很好分的 但他有一件事 是發生得很好笑的 因為剛才說的 豆豉包 因為很好吃 有很多剩下 所以徐榮就打包了 回酒店 是 他第二天就是回香港 是 那麼他回到酒店 就給了前台去冰住 因為我們那天的酒店房 是沒有冰櫃的 是 那麼我們走 去看看 一邊拍攝最後的東西 是 拍攝完之後 他臨上車走的時候 哎呀 那些豆豉包留在酒店前台 忘了拿 真的 你看我們是多累 連這些這麼珍貴的美食 徐榮都忘了 他還說要帶回去給老婆 和女士 對 所以這個旅程其實是頗辛苦的 當然是值得的 值得 很有意義 很有意義 難得一群聚在一起 享受我們的工作 還有欣賞大自然的景色 又享受到美食 我希望大家看完我們的節目 都會 這個旅程可以想想一下 是嗎 那我們接下來 會繼續介紹一些好的旅程給大家 是嗎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是 好多謝 軟浩中 關通英 還有林靜蜂 不要緊 都習慣了 平時在節目裡 都免得介紹 這個 你是知道的 是風爺 不是風仔 是風爺 這個節目就是這樣 經常都發生這種事 是風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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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謝你們上來 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們拍這個節目的趣事 這個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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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